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Story Learning Chinese with Annie 我小的时候,我总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愿望 很多的愿望 比如我希望我可以每天和我的朋友一起玩 我想有最漂亮的衣服 我想有很多很多的玩具 和我想每天每天一直一直看动画片 一直看我最喜欢的动画片 每天在外边玩 所以我小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愿望 我也觉得如果我有一个蛋糕 我有一个蛋糕和我有蜡烛 那我的愿望 我的愿望就会实现 就会变成真的 就会变成真的 只要有一个蛋糕和一个蜡烛 我的生日的愿望就会实现 或者我的所有的愿望就会实现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 我会点蜡烛 我和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朋友 我们一起点蜡烛 然后我会吹蜡烛 我会吹蜡烛 然后我们一起吃蛋糕 一起吃蛋糕 那我所有的 我所有的生日愿望都会实现 我两岁的时候 我的生日愿望是 有一个非常大的娃娃 所以每天我可以和他在一起睡觉 那我的愿望实现了 我的爸爸妈妈送给我 送给我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娃娃 我三岁的时候 我的生日愿望是 我可以和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去旅行 一起去旅行 所以我的生日愿望也实现了 他们带我去海边 去海边旅行 我六岁的时候 我的生日愿望是 搬到很高的楼 因为那个时候 我的家住在一楼 我小的时候 我的家在一楼 所以我的愿望是 搬到很高的楼 几个月以后 我的愿望也实现了 我们搬家了 搬到很高很高的楼 我小的时候 我觉得只要有蛋糕和蜡烛 我所有的愿望都会实现 都会实现 今年是2023年 你的2023年 你有什么愿望吗 我的愿望是 我希望我的西班牙语 我的西班牙语越来越好 我的愿望是 我的家人 我和我的家人和朋友 身体健康 请你在评论里 告诉我 你的生日愿望 和你的2023年的愿望是什么 那你的愿望实现了吗 我们会一起看一个有意思的 好玩的故事 我们看看 在这个故事里 他们的愿望实现了吗 哦 等等等等 别忘了 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开始吧 我们一起看看这个故事 有三个人在沙漠里边 他们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他们迷路了 不知道怎么回家 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位神仙 这个神仙对他们说 我可以帮你们 我可以满足你们所有的愿望 我可以帮你们实现任何的愿望 都可以 第一个人 他急忙说 他很快的说 哦 请你给我很多的钱 并把我送到我的家乡 我非常想念我的家人 所以第一个人 他要很多的钱 然后把他送回到他的家乡 第二个人 他说 我还没有结婚 请你给我一个漂亮的太太 我要和他一起回到我的城市 好的 那这两个人 他们的愿望都实现了 三个人了 因为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已经走了 所以只剩下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 他说 哦 我觉得在这儿我非常的孤单 我非常的孤单 没有意思 你能让那两个人 回来陪我吗 所以第三个人 他的愿望也实现了 那你听懂了这个笑话吗 那请你试试回答两个问题 这三个人 他们的愿望都是什么 第二个 他们的愿望都实现了吗 好 那我希望你会喜欢这个笑话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别忘了点赞并且订阅这个频道 因为每个星期 每个星期 我会有新的故事 我是Annie 我们下期再见 人在这 人在这赞广告 monde 人在这边 人在这边 不是 的 都是 人在这边 是 如果 你 看 我们 只是 Fa